立法院六号通过修宪委员会39人名单 依政党比例推派 民进党团共22人 其中里让两席给激进党 五党级立委 国民党14人 民众党2人 时代力量1人 接下来立法院长游锡坤将征询朝野党团意见 决定第一次开会日期 并选出五名赵伟后 修宪工程宣告正式启动 修宪是何等重大的事情 单靠民进党团还不够 还要跟其他政党合作 因此民进党团一定会有一个最终的党版 作为跟其他政党合作修宪的基础 除了民进党要再推党版草案 民众党团也宣布经由国民党 实力党团参与联署 党团版本的修宪草案六号在院会复委 草案聚焦公民权下收18岁 废除考间两院 以及调降修宪门槛 修宪的程序当中 各党各派可以抛弃成建 能够取得最大的共识 尽速地完成修宪 赖霞呼吁各党团应放下成建 不让立院修宪之路重演第八届时的失败 国民党团总召令维州也表示 在修宪委员会中会继续与民众党蓝白合作 也会再提出党版草案 完全有共识的就可以形成党版 所以就是下修18岁公民权 然后20岁参政权 废考间国民党内有不同声音 不过我们还是会继续的开放 截至5号代审查的修宪提案共有16案 其中9案是关于将公民权下修至18岁 蓝绿两党皆有人提案 成为朝野间目前修宪的最大交集 演示新闻综合报道